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引言 已恨立国的共产党 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構成的 恨是一种物质 它是由生命的 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 是構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 恨和仇恨不同 仇恨是因仇而恨 是有理由有原因的 而恨是无缘无故的 像撒但对上帝的恨 和马斯对神的恨 是一种非常邪的恨 那是邪恶 那以为是生命存在的 对创世主的道疾 仇是意欲斗瓜的凶恶感情 和败坏物质 恨造成了反神和派神 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 承认神是高级生命 才能敬神 而撒但出于恨和道疾 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 因此向神挑战 被神打了下来 共产邪力由恨造成 它又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里 把恨的物质因素 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内 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 如盗疾 斗 暴虐 事杀等等 因此 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 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恨 只要共产邪力 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 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 迅速覆盖人的生存环境 恨作为原动力 吹生了暴力 杀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流氓起家的巴黎公社 第一次实践了 共产主义暴力奪取政权的理论 被马克思 恩格斯 及其后的共产党魁 列宁 斯泰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 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 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 集穿国家机器 无产阶级不能单纯地掌握政权 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延传制度 此即是后来被奉为 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 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 因为恨的推动 中共还要在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 恨和盗者心紧密相列 而盗者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 即不允许任何人给自己好富有 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不遂的事物 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 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 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上进 都是运用挑起度侧心的方式 用把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 共产党以恨立国 以恶治国 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 其实是恨的主义 党的慈殿中 爱国 意味着恨美国 恨西方 恨日本 恨台湾 恨西藏 恨自由社会 恨普世价值 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 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 爱党 即是恨一切 党认为对自己構成挑战的人或事情 中共利用教育 媒体 艺术等等手段 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 把学生和民众 变成贪狠恶毒 没有底線的狼宰子 1989年 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 更是恨的化身 江泽民其人 一书结是了江的来源 当年秦王李世民 即后来的蓬太宗 的弟弟李玄吉 火同哥哥李建成 欲在余武们 谋杀李世民未遂 李玄吉死后 恨灵下地獄 常还罪孽 被打入无生之门 下无奸地獄 经过千年消磨 已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 无完整思想 只剩一股疾恨之气 正是这股疾恨之气 经千年等待 最后被邪灵看中 让其转生成江泽民 成为中共党魁 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 真善忍的罪魁禍首 恨是一种物质 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 无理性的 恨无忌惮的 疯狂的 不计一切后果的 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 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 在此过程中 它自己也必然会被毁灭 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及其实现方式 一 超级邪恶放大气 几十年以行为中心的政治运动 无神论宣传 战天斗地 以阶级斗争为江 憤怒声吐 深入蝎痞 今天打到这个 明天打到那个 对抗保释价值 真 善 人 吸中国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创伤呢? 人们看到的是 诚信不在 人心不古 环境污染 道德堕落 但是 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 中共吸中国 制造了一个 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 或称邪恶放大气 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 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 不信善乐有报 排斥传统价值观 鼓吹欲望 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 这个放大气的工作机制 第一 是这个放大气的输入功能 中共把中国 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粒点 或者说道德流豆 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哗地 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 全世界不好的东西 也都往中国跑 就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 读者可能觉得 这魔术有些不习惯 但是 这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 国门打开之后 吸毒 性暖和性暖 各种变异思想和行为 纷纷涌进中国 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 加上这些外来垃圾 形成了中国社会 分杂的道德乱象 第二 是这个放大气的功率放大作用 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气 会把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 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弱束 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 一切加油欲望主使 自然就变本加厉地堕落 例如说 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 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 并没有一法而不可收拾 中共打开国门之后 性解放尽了中国 那简直是无数倍地放大 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可谓倡计遍地 社会风气是少贫不笑窗 鲍儀奶 三拉 轻奶 成为管转门显摆的资本 社会上下竞商效仿 中华大地被搞得烟烟瘴气 中共什么开放得最彻底 不是经济 当然更不是政治 一个字就是性 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 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 说起这个邪恶放大气 腐败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哪个国家都有腐败 这不假 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 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 今天世界上没有第二个 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个 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 是制度性腐败 有人说印度也腐败 可视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 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 同一款式 同一颜色的各产车 印度最好的房子 旺旺是学校 而不是政府办公留 印度也没有公款 大吃大喝出国旅游 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窮 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 印度更没有下方式的腐败窝案 相比其他国家的腐败不败 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 潰烂式腐败 腐败成为中共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 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 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 按照中共的素王和反复 素王是越素越王 反复是越反越富 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 中共根本就不想跟随 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 我百姓沉面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 道德堕落的欲害之中 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 人们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 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的干坏事 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 迫害那个团体 把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 是这个放大气的综合发酵能力 它能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 让快坏物质发酵 而制作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 就拿上面提到的性恋与腐败来说 很多腐败都与性交易有关 因为包养情乎 会激发官员去贪腐 因为贪腐有钱 也会刺激官员去尋发问候 联缴女人 这两者放在一起 发挥出的烈性作用 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 譬如淺色的微懒 压缩丧失人伦的丑剧 第四是这个放大气 幻具有把邪恶合理化 正常化的漂白功能 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 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 一定要封锁网络 屏蔽真相 也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 然后中共的一言堂 就会用歪理邪说 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 淘枝没粉 天下午晚日半刻 是中共用来给民众洗脑的常用词 腐败 哪个国家没有腐败 山寨 抄袭 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 没有过抄袭 盛乱 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 娼妓 在有的国家还是合法的呢 言论自由 哪个国家能给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是还有诽谤罪吗 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 在一言堂之下 坚长日久 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想辞奪理的狡辩 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 是无可奈何的 哪个国家也炮不掉的事情 一旦把邪恶和道德多乐之事合理化 正常化 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 中国社会连连哭 诚信危机 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了呢 就是这个原因 中共另一个常用的藉口 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 都需要一个过程 骗说什么事情 总会慢慢好起来 当年中共高层 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说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 稳定社会 江泽民压制一切地说 经济搞上去了 道德自然就会好 我们回头看看 道德在经济发展的肉海里 堕落得更快了 中共说的这个过程 恰恰是用歪力邪说 来合理化 正常化邪恶的过程 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 刚是把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 中共的舆论洗脑 还要把正常的东西反常化 好的说成坏的 善的说成恶的 才彻底达到了 颠倒是非善乐标准的目的 2.中共把人变成非人 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 敗坏和便宜 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文化 不讲道德 使人将狼一样 逗聚人形 2004年开始 大陆风行狼文化 从小说 电影到公司培训搜册 都推崇狼文化 推崇者鼓吹 将狼的野性 残暴 贪婪 暴虐的本性 运用到事业之中 称为拼搏精神 许多人认为这是生存竞争中 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 换句话说 人不需要道德观念 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 才是造势为人的衡量标准 常言道 毒鱼蛇蟹狠狼 蛇蟹狼 蛇蟹狼 没有任何亲情 连自己的父母 都可以施咬吞吃 现在更多年轻人 没有任何传统观念 做事情没有底线 在家里为我独尊 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 更甚者对父母视如叩囚 一旦不合己意 就大打出手 这样的人管他们叫狼宰子 恰如其分 中共见证后 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 用无神论 斗争哲学洗脑 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 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 也由此带来传统价值 在人心中颠覆 道德一片空白 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 上古历史 心里马上上到的士迷信 好听一点的 说远古斯文对自然现象的认识 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月望 创造了神话 这样一来 如大与治水等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 建成了神奇的想象 谈到古代帝王 心里想到的封建尊制 跟中共一样拥有 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 殊不知 在神传文化中 天子为上天之子 虽公行道德 诚信天地 否则 上天就会抛弃他 派更有得行的人来体患 据此 神文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 天子的称呼 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 恰恰强调了其权力 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 中华传统以 功 良 瘟 剑 让为美得 今天的人以斗争 以恨为高尚 甚至认为自古以来 中国人都时遇天斗 遇地斗 平时为一点小事 打得头破血流 已成为天经地义 实际上恰恰是敬神以礼 代人以功 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 到日本旅游 很多中国人惊吓于那里 人与人之间 离强谦和的态度 其实这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 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 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 和若欲强食的斗争自学 目睹中共政权的 暴躁无道和坏无理 长大后必然违信武力 思想和行为充满暴力和攻击性 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 经常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报道 灭门 视父母 杀妻 投毒 爆炸 斩人 幼稚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若同 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 强奸幼女 强责 城管打人等等 不一而足 2004年间 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 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富裕开枪的问题 三万余青年中 有超过82.6%的人 做了肯定的回答 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襲击后 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 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律 2011年 西安音乐学院学生 若嘉音 驾车遇到一名騎电单车的妇女 若嘉音下车查看 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 抄他的车牌号 若回到车里取出攜态的匕首 对该妇女猛刺六刀 将他杀死 若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 我要是他 我也痛 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 2013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2010级石士研究生 林森浩 语著和沉失的黄羊 因所事发生矛盾 林森浩 把从实验室取得的劇毒化学品 投放至沉失的饮水机内 黄羊饮水后死亡 2013年7月 北京市大兴区 一个公交车站附近 紧紧因停车糾纷 一名男子 将对方2岁的女儿 从婴儿车内 爪气举过头顶 摔在地上 女同抢救无效死亡 北京当街摔死女同事件 令社会震惊 日常生活中 唯一点所适而大打出手的 更是司空见惯 年纪大的人不介 中国人到底怎么来 这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 已经把限冠进了中国人的血液 成讯危机 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 因为成讯危机 直接伤害到社会上 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假烟 假酒 假发票 官倒 中国人就开始呼唤成讯 高限打架 到千禧年之初 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信危机 是生活步步为陷阱 让中国人回得心力交税 到了今天 假冒危劣现象 泛滥成灾 从食品到厨房 从商品到维修 到看病求医 到租用未婚妻 或未婚夫拜见父母 无处没有诚信危机 今天的中国人真不容易 买菜买肉要具备 鑒别有没有毒的能力 买房要成为 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 小孩打疫苗 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 甚至吸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 也要能够鑒定其信誉 被引药旁蟹 假鸡蛋 瘦肉精 苏丹红 毒胶囊 毒奶粉 假泪纹 豆腐渣校舍 各行业的抄袭造假 如今叫做山寨 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大量残留农药 激素 除草剂 沙虫剂 增熟剂 保鲜剂等 有毒假裂食品 造成男人痴性化 性功能障碍 女人生理敏乱 生育能力低下 儿童性祖属 婴儿畸形等等现象 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 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 几十年以后 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 针对诚信危机 有人提出 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 这也没错 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但共产党会讲诚信吗 让贪官们放弃前权交易 开放互联网 让人读这本书了解真相 承认党的造假历史 这都无异于与虎谋皮 有人提出 需要加强法制 让造假者受到廉例懲处 不敢造假 但问题是 谁来监督、执行法律 谁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 谁来保证侄监局官员連結 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 中共也在讲传统文化教育 然而在无神伦的基础上 讲传统文化 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 有什么两样呢 告诉人们 紫阳 私云 人们就会坚持承讯吗 专项检查显示 有22家企业69批式产品 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具情案 当全行业都往与制品类添加三序清安 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 想要老老实实做本分生意的企业 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 这是人们面临的挑战事 应该选择即使赔本 也要坚持承讯 还是随大楼轻松赚钱 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 被中共挖去神圣内涵的 党的所谓传统文化 吸不出叫人坚持承讯的理由 实际上 如果我们找回神传文化中 被中共挖掉的内涵 这个问题很简单 对于一个内心相信 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 做好人踏踏实实 诚实手信 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 就如过去随处可见的妙语中写的 你控我 我不控你 人归人 天气归人 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 传统社会内 也是有君子 也有小人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 人人害我 我害人人的社会内 只要有部分金缘吃归 牵持道义的人 就会换起更多人的善良 中国的承讯危机 从上世纪80年代民间呼吁 到千禧年人大提案 政府报告专门提出 打造承讯社会 到如今社会学 心理学 法律学等 各领域都在研究 数十年来 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 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 和方言教育 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 保护自己 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 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 觉得世界是危险的 人与人都是虚异的 靠山山岛被人们奉为了真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成为社会常态 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 肯苦肯累 又无法自拔 人人又推波助来 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 数十年呼唤不停 危机不断的承讯问题 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 起源于中共鼓吹的 满声法大财价值观 起源于人们在 共产党挑起的民众斗争中 被逼互不信任 互相揭批 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 发现一切努力 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 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 近年来关于原妇女 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 不断引起社会的热义 某些年轻女子 通过网络媒介 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 财富、手段 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 名牌包、手标、手饰等等 按照规则 你下面还有最后的一个权利 就是向他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问题很简 在某相亲节目中 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 且无业的男嘉宾 问几位女嘉宾 以后愿不愿意 经常陪我一块骑单车 一位女无脱口而出 我还是坐在宝马女哭吧 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哭出 让物质来得更猛烈色化的口号 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 引发舆论语言的同时 也引来很多人的严善之情 这是社会病态 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证 是中共党文化 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 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 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 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人的审美趣味 和道德赤道息息相关 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 纯正的 善良的 当明的艺术 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 人就开始欣赏 丑恶的东西 甚至把丑恶的东西 当成艺术进行吹捧 这种所谓的艺术 又会反过来 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 最终使人成为飞人 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 把低俗捅为时尚 把丑恶当成艺术 中国有所谓艺术家吃死孩子肉 赤裸的身体上同门风物 坐在厕所里 以吸引苍蝇满身 美其名弱 行为艺术 博取出位 以丑为美 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 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 不以为耻 反以为榮 很多年轻人 甚至艷善他们的一举成名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 在中国多个城市 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 马餐馆装修成厕所的风格 用变起形状的食器成饭菜 并且供应大变形状的冰淇淋 据说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解体党文化》一书 曾经系统否析过 中共自下党话泛滥的情况 比喻商务调同志 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辞回 乘载党文化物质摸墙的长期运转 如 一 会以精神 路线 形式 思想汇报 中共邪狗的精神控制手段 二 领导 单位 组织 党案 证审 户口 监控而密的组织形式 三 宣扬 贯 政策 执行 報照 勞毛 上级 代表 委员会等級森严的组织结构 四 奋斗 自我检查 斗争 批评 与自我批评 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 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话里 小学生写作文要写 红领巾永远跟党走 我爱叉叉党 听党的话跟党走 一直到十年之后 还要写学习叉叉大报告心得体会 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 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 各个时代的红果仍然满天飞 有人可能不以为言 觉得时代变了 现在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 也不再真心相信了 可视问题在于 即使不真心相信 绝大多数人 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 这说明 党话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 就像一个毒瘤 越长越大 被附着的生命体 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 更不可能把他割除正进 做人以食为本 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董治 说方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 磨拿手好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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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大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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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死! 加油! nú!! 別闻! 堵取!" 加油! 爱死! 走吧! �� mant,加油! ��共产党靠网 族14塗承之后 新闻发言人面对 宗愛记者者的提问 面不辨識身不凿地说 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 十年後 中共傾舉國之力迫害法律功的時候 其發言人又大言不慘地說 中國人權狀況處於歷史最好時機 小孩子從小被教育說謊 政治課 歷史課 語文課 充滿謊言 答題的時候 絕不允許原來遲一步 這樣的孩子長大以後 說謊張嘴就來 沒有任何負罪感 從政府新聞發言人 到後視媒體的新聞聯播 焦點放談 從各級黨官的報告 到民事方面的學術研究 從公共領域到家庭生活 中國社會靈漫著數不清的科年 人民日報 只有日期是真的 其餘都是假的 這都是幾十年前的認識了 中國成為一個 不折不救的科年的角度 於說真話 講真相的人 奉無論國 被視為異類 甚至被聯合搞散 這是中共全面敗為社會道德的直接惡果之一 古代中國可能是世界歷史上 官員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 漢代開始 中國開始有比較原備的官員輪選制度 從徐朝開始 一直延續到清活的科具制度 選不了大量的優秀人才 進入政府 輔助皇帝自離國家 從流傳下來的城市 和各種事了來看 中國古代政治和社會的文明程度 令現代人驚訝不已 溫柔敦厚的思教 溫良公謙讓的古分 都是古人說話平和 歡厚 謙讓禮貌 彼此如儀從來不曾登上大雅之堂 這一切道歉共產黨這類 就徹底不同了 中共起家時 就是流氓無產者 中共黨魁的彼話 龐而皇之地進入文件 報紙 文集 甚至詩歌中 成為民眾效仿的對象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 千頭萬歲 歸根結帝一句話 造反有利 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 我唔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 上邊放的屁 不存是香的 這類也有對立 又香也有臭 一定要臭一臭 此後 共產黨每一代黨魁都如法炮製 放狠話 說歪理 鄧小平的學生話不停話 一個機槍連就解決了 江澤民的滿星法大財 針對法輪功的名義上搞臭 經濟上截亂 肉體上消滅 不管是內容 還是表達方式都邪惡自己 上行下效 暴雷之氣直捲了全社會 中共的墮落是無底線的 中共造成的中國人的墮落 也是無底線的 現在行多空虛頹廢的中國人 只好靠華人來維持心理平衡 用雪裝華來宣洩心中的憤悶 用自我作淺來顯示悲鳴的存在感 幾萬人在一起大聲下馬裝華的場面 成了中國足球場上的常態 種種自我作淺的語詞成為流行語 被網民每天千百萬次地使用 東聞網絡上充斥著各種難以引用的粗口 現實生活中 甚至妙齡少女在大庭廣眾之下 也可以肆無忌憚地雪裝華 使用如此粗俗語言的人 其精神世界是多麼的安裝和荒蕪 中國以黎兒之邦著稱 先秦典籍三禮 周禮 二禮 禮的旅 詳細記載了中國古人 極為豐富優美的禮儀 也探到了禮的天道根源和禮背後的哲禮 這種禮的精神一直延續到中共見證之前 有人也許還記得 1949年前 後教育的老年羊多摩繩繩有禮 可悲的是中共統治幾十年後 這一切徹底被毀了 禮必須有節 節就是節文 即批舉 古代兒童啟蒙 首先教的就是 灑素應對進退 這些生活中的基本規矩 老一輩的人常說 做人要有做人的樣子 這句錢銀的話裡 包含療行深刻的道理 神給人規定療行為規範 並且通過典籍 禮儀 習俗等 一代代傳承下來 教規教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的教規教訓延續了幾千年 說明它的存在 對於家庭和社會 確實具有重要意義 三國時期 諸葛亮的戒指書 唐太宗的戒王屬 漢興皇帝的庭訓隔議 南北朝時期 顏之推的顏時加訓等 都是做人和維繫家族自治的規範 對於後代教育 家庭倫理 家族事務 自身修養 為人處世 卿家立業 報效國家等方面 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直到中共散政以前 中國民間仍然流傳著 大量的家規家訓 成為人們立身處世的基礎 友人曾經總結過 流傳肯講的家訓三十條 其中包括 不許不稱長輩為理 銀腳 不許不叫專稱華明治就說話 不許當眾嘲夫 講大話 主人動筷子 額人才能動 回家要跟長輩打招呼等等 雖然 賀治瑣碎細小 但對於規範個人行為 融合人際關係 卻非常重要 人的行為舉止是人的教養 得性與智能的外在體現 中共破壞道德 讓人言談舉止 隨心所欲 沒有規矩 行為低下 把肯大面積的人群 變成劣等的人 中國古人重視人的儀表 讓人暫如蟲 坐如鐘 行如風 惡如宮 現在的中國人 肯多彎腰駝背 走之暫之奇形怪狀 姿態不雅 氣質不佳 在各地上 中國遊客的行為 常常讓人睜目 他們大張圈蛙 在明星場所吸煙 隨地吐痰 隨意插隊 隨意攀排名證故跡 中國遊客數量的燈 且不講問名 令瑞士人感覺受到擠壓 有旅客投訴中國人 在車上隨地吐痰 並沾在其他旅客堆鞋上 為解決這個問題 瑞士人及中國遊客 增開了專列 朋友甚至 2015年 一名中國女子 在英國巴布利名牌豬賣店面前 把著小孩大便 2016年8月2日 在聖彼得堡參觀的中國旅遊團中 一位母親 為了讓自己孩子上廁所 直接就讓小孩 在俄國昂公葉卡捷林那公大廳 歷史悠久的豪華雅木地板上小便 事件震驚所有葉卡捷林那公的工作人員 從館長到普通服務人員 都趕到現場查案和處理 工作人員稱 這是歷史上首次發生這種事情 中國人的素質 真的那麼差嗎 其實並非零來如此 現金國人的素質低下 是共產黨數十年餘一日 破壞傳統文化的結果 上由深深 人心的變化 會影響到人的外形和表情 在中共的摧殘和變異之下 中國人不光 心靈變得荒蕪、粗勵 連外形和表情都變得不一樣了 近年來社會上老照片流行 現在的中國人 開始懷念從前人的質破和順真 晚清文國照片上的人物形象 和氣質像個人樣 男人像男人 女人像女人 能體現出人的優美儀態 和傳統文化的積殿 很多人看到自己祖輩 在幾十年前的照片 紛紛地嘆咬 那是人眼神中的純正和善良 不論在今西方傳統的影視作份中 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 令人嚮往的 反面人物的形象舉止 是相對負面 囚的和低下的 中共見證之前的人 是在一個正常的文化中成長期內的 正的因素居多 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滿正氣 這類的演員演壞人 往往要反覆揣摩 怎麼變壞 仍然肯難學像 現在中國大陸的演員 是在中共黨文化的獨性土壤上 成長起來的 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 邪性脾氣霸道 流女流氣不正經 演好人要學 還學不像 演壞人不需要學 自然而然地演奏肯像 過去的人把妖戲 摩承 當成貶義詞來用 除著社會上負面因素的增加 現在竟然有人用 有妖戲 讚美演員有戲質 有台戲 有創意 魔性成了一個正面的形容詞 用來形容人 事 物 古怪又不乏趣味 年輕人經常用 這個人真是太魔性了 魔性的笑聲等等表達讚許之情 有妖戲變成了漫畫網站的名稱 妖怪管理局成為電視劇名稱 該劇組2 每個人心中都注著一隻妖為主題 面向全球偵襲有妖戲的演員 這從側面表明 經過文化的破壞 人們的審美觀 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當今社會的許多中國人 氣質和形象 容逐醜陋 不收蝙蝠 游利猥瑣 穿衣服花裏護哨 誰已出街成了社會常態 現在肯多拿上紫毛陽剛之氣 撿起話來嘀聲嘀氣 涼涼康 以身材纖細為美 染著頭髮 眼神飄忽迷離 扭捏作態 不男不女 衣著近身 半折膚子 頭髮看得要摸像茶壺蓋 要摸像鳥窩 或者留肯帶一團 像假髮套在頭上 女孩子穿著中性 髮色奇怪 面無表情 眼神陰冷 受鬥爭折頭影響 傳統的溫柔言為 被強漢剛纖代替 越來越沒女人味 社會上流行邁盟 妝亂、妝浩 成年人的行為 向低又發展 不分場合地撒嬌 和打情馬鈔 不容和古人比 就和幾十年前比 這樣的人已經源源低於 神給人規定的儀表和行為的規範 表面形象就像怪物一樣 這還是神造的人嗎? 神還承認這樣的人是人嗎? 這樣的人不是人嗎?